先攻妙圣乐团的历史悠久 最早可以追溯到民国七年的日剧时代 当时有个专门宣讲降蓝圣域及传世经典的宣讲社 后来有人建议在宣讲社中增设十拳强乐团 将管弦等多种乐器推广到民间 后来改称为圣乐 目前成员有48人 由仙宫庙资深祭典组组长简国正担任团长 带领团队在重要庆典中来单纲演出 虽然不是职业的表演性质 但是大家仍然十分投入 这点让我感到非常佩服 在这边当志工 祭典大典前世也只有仙宫庙 有啊觉得很荣幸 也是很高兴啊 所以可以做一些事情 有增加啊 然后也可以让一些人晚上的话 有多一个可以派遣时间 消磨时间的地方 就是大家都是不惜牺牲自己的时间来放弃 但是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对 那这次就是祭典大典是应该是 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大家都很共襄胜举 对 自己会有增长 然后看到很多人会对我们的待人处事会有帮助 妈咪患上这一套这个音乐表演的服装的时候啊 那有没有觉得你的孩子看到你 那会不会说 哇妈咪你穿这身服装好神气啊 会有这样的 目前应该小孩还没看到吧 对啊 就是因为小孩在读书 那一般穿这个服装都是在尿活动才有穿 没有你活动完就卸下这个服装 对 应该是要让他们看一下 领略了圣乐团的仙乐飘飘之后 意犹未尽的君君再度被古色古香宫殿式的庙宇建筑设计 给深深吸引 有俏极厌尾的飞檐金碧辉煌的大殿 拼贴着忠孝结义等故事的胶纸桃剪年 建筑中可以装置的斗拱和天花板 墙和门窗等全都布局了各种雕塑 把工匠艺术发挥到极致的境界 我刚刚拜了孔子 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解开这墙壁上的疑问 不过我好像有了个灵感 孔子有说如果有任何问题的时候 都要请教老师 我今天在先公用的老师就是总干事了 总干事你在哪里啊 我来这里 您总干事来了 我跟您说明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九栋顶管左右两边 各有十户土化的标科 这十区就是我们的礼祖 先先行的这个科技 这个云房就是我们的祖师 王崇洋祖师 在科我们先做 让他一关一关 还有第十关 让过后他到清醒他先行 当然他从第一关开始 就对营造的人 那全家都因为什么原因都过世 要看权作如何来翻演 再来就是说 其中后有他去买东西 结果这个客家的饮料 他买 给他买 他收回来的东西 让我们拿去之后 结果每个地方都放在 这当中有十项 都在我们这个墙壁 都在看吧 都在你之前 我来帮助 都在那里 你自己的一个日子 他的天穷 都在这座 他们都在这座 这座 都在那座 都在那座 这座 那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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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